投資新世代 最後了 你以為第四季經濟增長又怎樣呢 我看的形勢都是暫時有很多逆風的事 一旦第四季 它出了很多政策來推動經濟 但是不是那麼容易扭轉了所說的消費信心 除了這些政策之外 你會預期它有什麼其他大政策 可以推到第四季經濟增長不會跌落負數 其實在中國跌落負數的機會都很小 但是我們怎樣為一個recession呢 其實就是一個突然之間的跌幅 其實我們過去幾個個月 如果我們用一個比較嚴謹的態度去觀察它的話 其實都差不多是recession 第四季度應該有個pick up 主要是因為政策 有一些電動汽車比起上年的第四季度 都仍然是有一個挺好的增長 另外有一個就是大家可能不太留意 而且不是很幾乎到它在GDP的價值 就是我們看到一些新進矛頭 就是機械型和電子型的一些機器 以往機器基本上都是很低迷的 以及以往機器的升幅都是很少的 但是現在突然這個月 不知道是因為二十大說了 就是要有一個比較好的 就是advanced technology 那突然之間那個電子的機器 就上升得都比較快一些 這個我覺得都有幫助 因為機器類應該的價值是比較大一些 是要的 對面是因為耳朵的 在GDP的機器 FM-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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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AZ